我发现年轻人很喜欢大陆剧 像最近的这个庆余年 还有这个像繁花就是年长一点的 也非常喜欢看 那最近最红的这个黑悟空 黑神话悟空 他透过科技 其实他都有什么 都有中华文化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 这个中华文化的东西呢 你只要让他接触到 他很快就会接上 那你像过去 我们台湾很少拍这些 像三国这种大剧 都在看日本的动画 所以这个有时候就是 现在大陆因为重视中华文化 我觉得这一部分 对台湾的影响非常大 我觉得这一部分 我们可以透过媒体 怎么样来努力 像最近这个台湾最有名 最红的歌手周杰伦 对不对 他的票30万张秒杀 网络一出来马上卖光光 黄牛票抢翻天 大陆最有名的歌手 刀狼 他的这个线上的演唱会 马上在线的500万 500万人在看 他们为什么这么红 他们的歌曲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元素 中华文化 所以我在想就是 我们媒体可以做 怎么样的一个交流 就是媒体之间的交流互动 很重要